大家好,这里是TinyFu的胡说八道 我是TinyFu 今天我们的话题叫做iPhone15乏善可陈的更新 值得购买的选择 先谈我为什么喜欢苹果产品 那么今天我们从三个点讲 第一个点就是讲发布会的亮点 当然我既然叫乏善可陈的更新 就是没多少亮点 第二点呢 我们很简单的从iPhone15 Pro Max 和iPhone14 Pro Max对比来讲 第三点我们来讲一下创新的层面和维度 如何看待现在的苹果产品 首先我们讲第一个话题 就是发布会的亮点 那么发布会的亮点真的很少 于是我们做了一个只有八页的PPT 就是觉得这个发布会里 你还值得去看一看的事情 其实真的很少 那么第一个就是灵动岛 那么我们之前知道 就是灵动岛不是全系的iPhone14都有的 那么从15开始 所有的15的产品都有这个灵动岛了 那么灵动岛是我一个非常喜欢的功能啊 你看到这张截图就是说 现在很多这个航司和这个软件都已经支持了 这个飞机票的灵动岛 我用过那个12306啊 一般我们老说12306高铁的这个软件做的差 但是12306也支持这个灵动岛 还有包括这个就永远显示这个上面的支持灵动岛 支持这个这个高铁票了 所以说你去乘车的时候变得非常方便啊 我最近坐火车 我就发现可以把它放到灵动岛上 也可以把它放在这个手机的Always On 这个Display上面就很方便 灵动岛真的很舒服 很好用的一个功能 比方说你正在刷手机 然后你的外卖要来了 你从灵动岛也可以看到 就是其实是一个挺方便的功能啊 虽然这个本质上是为了解决这个 这个黑洞很难看的这个问题啊 很多人觉得这个黑洞很难看 但是莫名其妙的让苹果研究出一个 既然你觉得难看 那我们把它利用起来对吧 这么一个东西 这算是一个坏事变好事吧 再下来就是终于开始支持USB-C充电了啊 但是可以强调的一点 就是说这个USB-C只有Pro版本 Pro Max版本 Pro和Pro Max版本是USB3.0的对吧 那我们就不说了 但是可能很多人今天用苹果的全系产品 包括iPad和笔记本 就我用的是Mac 这个M1 Max 它也已经是USB-C的了 所以苹果全系又开始开始统一了 以前苹果全系也有某种统一 现在又开始统一了 再下来呢 就是这个只在Pro产品里头有的这个 钛合金版本啊 这个版本让Pro产品变轻了 一会儿我们还可以聊到这个话题 再下来呢 就是A17这个CPU 换了新的CPU 这当然是其中一个亮点 那么A17这一次非常强调的是说 它图形方面加了很多的东西 所以这一下 好像我记得的是有这个生化危机是吧 还有这个就是刺客信条 我没有记住所有的游戏名字啊 我比较感兴趣的就是刺客信条的一款 这个刺客信条要登录到手机上了 登录到这个iPhone15上了啊 这个是iPhone17的这个这个就A17的这个CPU 图形处理能力带来的一个新的机会 那么再下来这是A17Pro的一个细节啊 这个A17Pro是只用在Pro产品里头啊 我可能讲的更多是Pro产品 我一会儿再讲为什么啊 就是大概可以简单的看一下 就是20%的图形处理提升 10%的CPU速度提升 4倍的光线电源跟踪技术啊 比A16要有4倍快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两倍的神经啊 这个网络处理速度 就是说你做一些AI的应用 包括LM都会变快 那么再下来呢实际上就是 只在Pro产品上支持的USB3.0的传输速率 这就这就基本上是所有所有的亮点了啊 所以说我们说这是一次乏善可乘的更新 从这个技术亮点上没有特别多的亮点 产品外观上也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啊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这个 这个iPhone 15 Pro Max和 iPhone 14 Pro Max的一个对比啊 我们其实进入的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苹果官网啊 那右边是iPhone 15 中间是iPhone 15 Pro Max 最右边是iPhone 14 Pro Max 左边是iPhone 15 iPhone 15就别看了 我们主要注意右边这两个 第一个是价格 这个价格9000起啊 然后呢 然后你会发现这个 这一页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啊 尺寸刷新技术 然后呢 这个这个只不过这这唯一的变化就是说 从这个这个这个不锈钢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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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锈钢的中框 呃变成了这个这个太太太金属的 然后灵动导是一样的 CPU变了啊 从16变成17了 然后呢 很多CPU的细节参数并不差异不大 原来是6核 现在也是6核 然后这边是6核的 15 Pro Max是6核的图形处理器 然后14 Pro Max是5核的图形处理器 然后呢 从摄像头看 很多细节参数变化也不是特别大啊 呃 值得提出来的是这个 15 Pro Max多了一个超高分辨率照片的 有一个2400万像素和4800万像素的这个模式啊 呃 这个细节我们就不说了 然后呢 在摄像头方面 我这就是14 Pro Max 摄像头方面原来是支持最高三倍变焦 现在多了一个五倍的光学变焦 然后你看 这些很多细节都是一模一样的 呃 播放时间甚至一模一样 然后唯一的变化就是USB C和闪电口 对吧 然后面容ID 呃 5G什么都差不多 然后呢 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这个超磁晶面板 号称变得更硬了 就是这个屏幕变得更硬了 但是呃 本质没有特别大的变化 本质没有特别大的变化 抗水能力也没有特别大的变化 呃 这些操作也没有变化 只不过128G这款消失了 然后呢 这个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细节都变化不大 我之所以想到这个界面的原因是因为我昨天晚上看完发布会 我就无聊刷了会抖音就发现抖音上有无数的人在聊这个iPhone15的这个这个新版 他们就是拿出这个界面你看发散可陈发散可陈 真的是发散可陈对吧 我也觉得发散可陈 然后你看尺寸变化不大 高度变了一点点 小了一丁丁点啊 然后呢宽度小了一丁丁点 就是边框变得更窄了 然后呢 厚度稍微厚了一点点 但是重量 轻了大概 不到20克啊 轻了一点点 啊 这就是真的变化 然后你看后头有很多又 又几乎是没有变化 然后这又提了一下 摄像 就是CPU这边提摄像头的一些细节 摄像头的细节中间有差异的部分也是非常 非常难找 比方这有个5倍 那边是3倍 然后很多很多 就是就都差不多啊 这边是HDR5 这边是HDR4 等等等等 夜间模式什么等等 这边应该是多了一个叫 多了一个新一代的人像功能 比方说今天人像你可以 不用进入到人像模式 直接拍摄就有啊 就是真的是个微小的变化啊 那么你看这些图片格式方面的 拍摄格式方面的变化也不是特别大啊 然后呢 几乎是没有变化 然后呢 比方这边多了一点点 然后呢 这多了一个log模式视频拍摄 学院色彩编码系统 那么这个因为可能我对摄影啊 和摄像的呃专业度不够啊 所以我就没法去评价 虽然苹果讲了一下 但是我自己没法评价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就不细看了吧 基本上就是差异其实并不是特别大 但是呢 我又认为你是值得买的啊 当然这个逻辑很简单 就如果你已经有了一个14 Pro Max 你再换15 Pro Max的动力可能真的非常非常的微小 但我是会换的 因为我准备把这个14 Pro Max淘汰给我爹 因为我爹用的那个大屏手机可能是11还是什么 我忘了 忘了哪款已经是有点卡的不行了 所以呢 我爹现在就有点这个怨声载道 所以我是准备让我爹用我的这款14 Pro Max 然后我自己换到15 Pro Max 那么我为什么要讲Pro Max呢 就是说基本上每一代的iPhone到Pro Max 是他所有的硬件性能里头最好的一个产品 所以基本上你去看15 Pro Max 他的程度 你就知道就是你15肯定跟14有变化 15 Plus跟14 Plus有变化 15 Pro跟14 Pro有变化 但是全部的变化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就是最旗舰吧 或者这么简单的说 这就是他的旗舰机 最大一款就是他的旗舰机 他的旗舰机的变化就说明他的变化 所以对我来说是这样的 然后还有另一部分很多的观众 他的核心问题就是说他已经有 比方说两年或者三年没有更新了 那么你今天已经知道了 就是说15是14的一个小更新 但是你要买哪款呢 你可能会想买更新的一款的话 那你就直接买15 而且14好像据说14 Pro下架了 是吧 这个细节我没有特别去关注啊 因为当然我本身就不是做这种数码评测的 我跟大家聊一聊只是从我个人一个 一个专业的软件开发者 我自己的角度去看 我自己是一个视频创作者 我并不是一个做评测的人 我也没有精力和心思去跟大家讲 就是就很多很多这个做数码评测的人 觉得如数加珍的小细节在我这不重要 我不care 我就我一直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 我就买最好的一款不就完了吗 对吧 所以对我来说我能讲的也比较少 我也不会讲那么多 总的来说就是乏善可乘 对吧 但是我认为值得购买 但是对你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如果你是12和15之间的差异 可能稍微还大一点啊 这个我们哎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一眼 稍微看一眼了 要不要要不要稍微看一眼 我刚才把那个页面给关掉了啊 比如比方说如果你现在是12 Pro Max 对吧 那么你可能变化就会稍微大一点 你可能就稍微有一点点更新的动力 那我觉得你自己就就可以去考虑说 要不要要不要去更新的时候 你其实可以参考把自己的产品 自己正在用的这款产品放到这边 比方我现在放的是12 Pro Max 我大概是半年前从12 Pro Max升级到了14 Pro Max 那么其实很大的一个点可能是因为零动导 这个在12就没有 然后第二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摄像头 如果你从12和15的比较上来看 你会觉得嗯 14或者15的这个升级还是有很多细节的 对吧 包括你看比方说如果你从12 Pro Max和10 我这是15啊 但是实际上14已经有很大差异了 因为14有1倍2倍3倍光学变焦 那么12 Pro Max只有1倍和2.5倍 还有0.5倍对吧 大家的差异还是可以看出来的 那包括视频播放时间 这边是20这边是29 所以就是说如果你只是隔代更新的话 或者是叫叫叫一代每代都更新的话 那么我觉得15和14表现出来的差异就太小了 你真的不值得去买 但是如果你已经是两代三代了 或者说你干脆你正在用一款11 Pro Max 对吧 比方说那么好多年前的机器了 对吧 那你去看它的差异可能就变得很大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呢 是一个非常personal非常个人的事情 所以大家要不要去更新 也不用真的听我的 我只是把我的观点表达一下 最后一个点 我想聊一聊从创新的这个层面和维度 如何去看待今天的苹果 今天的苹果受到的很多诟病 其实都跟这个有关系 很多人就会讲说 今天的苹果不创新了 苹果是一家怎么怎么样的公司了 其实呢 这个中间有很大的偏差 我认为 当然这个很多人老觉得我对华为不好 因为我对华为确实不了解 那我也没法跟你如数加真的讲 华为的一些细节 我对苹果还是有很深的了解 我毕竟是做苹果开发出身的 其实我不是做苹果 我至少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苹果开发 虽然我也开发安卓版 但是我对华为啊 和一些其他安卓并没有那么感兴趣啊 这个我我一向认为你喜欢安卓 我喜欢苹果这件事情 没有任何的道义差异啊 我我我之前其实也讲过 如果你就是纯粹的 想支持华为 想支持国产去买华为 我也没有任何有任何意见 只是我不认为说我买苹果就不爱国 你买华为就爱国 这两个之间有什么比较 但如果你的目标是 说我的目标是 哎我一定要去从爱国的角度去做 我觉得这个是无可厚非的啊 那么我翻过来说 我想聊一聊就是 我为什么经常去聊苹果的这个核心问题啊 呃今天的很多安卓的用户 会觉得苹果是呃就是 创新力不足的对啊 今天会讲说你看我安卓有这个 你苹果没有安卓有这个苹果没有 那么最典型的啊 今天最典型的就是 就是主流安卓厂商 你像欧破有折叠屏 呃我昨天去看了一下小米的折叠屏 卖的比这个贵多了啊 那小米的折叠屏它更薄一些 更大一些呃华为的折叠屏 我也去看了 应该也是更薄的更大的 OPPO我已经用了很爽了 就是主流的安卓厂商 今天都有折叠屏 你说如果折叠屏就是评价一切的标准的话 那苹果确实是不行的 那么比方说USB-C对吧 苹果大概呃 可能主流的安卓手机用USB-C好多年了啊 苹果才开始用 那么但是我们为什么对苹果仍旧有很深的感情呢 其实很大的原因 你看比方说包括他没有换USB-C的一个原因 对吧 Lightning对吧 Lightning他用了很多年 但是苹果在整个的就是手机的生命周期里头 他一款数据线他的更换 他是一方面你认为他不够先进 另一方面你可以认为他是比较保守的啊 苹果在某些方面的保守是被人诟病的 某些方面的保守是被人夸的 比方说Windows的一个保守就是他永远不去掉 他最早版本的这个这个支持 所以Windows是一个兼容性极强的操作系统 对吧 但是他的这个保守也带来了一些他的问题 那么苹果在Lightning上的保守 其实是让很多用了很多年苹果的这些用户 他可以省下一些数据线 因为他的数据线也比较容易坏 这点是没办法去这个 这个去替他去替他去洗地的 苹果的数据线确实更容易坏一些啊 不管理由是什么 但是更容易坏这个事我们大概是可以得到一个共识的 那么我想讲的是我对苹果的感情其实来自于哪里啊 其实我对乔布斯的感情来自于哪里 就我觉得我跟很多人的感受其实不太一样 因为我认为苹果或者乔布斯或者这家公司的价值在哪里 我认为他是一个可以定义产品的公司 就是这是一种跟今天说的比方说一个小一点的 比方说你用USB-C充电线还是用Lightning充电线这种事情 在我看来他是一个更小的创新 但是苹果这家公司在历史上他做了很多很多大的创新 比方说呃今天很多人可能知道MacOS呃知道这是苹果的一个创新 但是其实很多人可能不知道Apple One Apple Two 实际上在Apple One Apple Two之前呃已经有个人电脑了 叫阿朗星阿朗星是真正的第一台的就是个人电脑 或者达到一定销量的个人电脑啊 在之在那个之前在阿朗星之前 我们这个这个行业中间或者说所有人心目中的电脑 都是像房子那么大的电脑 那个才是一种主流的东西 比方说像这个INIS 他整个就是一个房子 或者像那个今天可能还能看到的一些小型机啊 或者一些这个Mainfrey或者是叫呃今天可能还看到超算 当然就超算就是个房子一样大的电脑 就是或者说你可以你所谓的一个超算 其实你也可以理解它就是一个机房 它不是一台机器 而是N台呃几百台几千台机器组成的一个一个机房 才能才能叫一个超算 那么阿朗星是第一台这个所谓的个人电脑啊 我今天呃sorry忘了准备阿朗星的照片 照片和图片 但阿朗星呢 这种个人电脑他 他的开端他是很像INIS的 他的所谓界面 所谓那个机器的样子就是 这这这一个一个方盒子前头有很多灯 呃有很多灯 然后有一些开关 实际上你是用搬开关或者类似于连线的方式 把你你要输入的代码 或者你要输入的程序 输给这个程序 比方说你要让他做个三加四 你可能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搬开关 然后把一个三加四这个指令输进去 他得到了一个结果是七 然后通过一堆灯的闪烁给你看 这个看起来是很科幻的 今天今天看起来很科幻 但实际上很不方便的 那么在乔布斯和这个呃 斯蒂夫那个 Worzenik就是 斯蒂夫杜布斯和斯蒂夫 Worzenik这两这两兄弟创业的第一个产品 是苹果万苹果万可能是第一个 就是说呃我还我跟阿兰星本质上是一个东西 但是呢我呢把这个当时也没有专业的显示器啊 就是也没有那种可以用于个人电脑的显示器 就是那种大的framework是有显示器的 大的这个主机是有显示器的 但是他那个显示器也不是你个人买得起的 就是他们是第一家可能卖出去的 实际上apple1其实就是个电路板 就是电路板因为盒子装起来 但是他呢把怎么接键盘怎么接显示器 这个事已经做到了呃 基本上就是呃就是开机即用 实际上你给阿兰星接键盘接显示器也可以 但是那个时代阿兰星卖的就是个方盒子 如果你想接键盘 如果你想接显示器 其实就是接电视啊 那会儿这种便宜的家里可以买得起的 这种显示器是不存在的 那么接电视的话都得需要自己去焊 可那个年代呢在乔布斯之前 那个年代呢 所有的极客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人 就是程序员啊 极客呀或者是电脑工师 又认为阿兰星这样自己焊个显示器是个小事情 所以当年所谓的家量俱乐部的一个场景 今天你在一些计算机历史的书里头可能也会听到 说这个家量俱乐部的场景 其实很像现在的一些电子电子俱乐部啊 现在可能电子俱乐部也少了 当年还是有很多的 就是大家带着自己的阿兰星 然后在那现场给大家演示 我怎么做了一个做了一个东西 然后可以把一个音乐用阿兰星和我自己焊的一个喇叭把它拨出来 或者或者是我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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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自己焊了个显示器 焊了个键盘等等等等 但是苹果一它可能就是第一个定义出来说 一个可以给正常人给普通人非即可 但是其实第一代也都是即可给普通人用的电脑 它可能应该接显示器或者叫接当时的电视机和接键盘应该很容易 而且后来这个Apple One也有鼠标 Apple Two也有鼠标 再下来是什么呢 再下来乔布斯干的第二件伟大的事情就是说 他和比尔盖茨都去了这个施勒的研发中心 施勒是当时真正有钱的公司 但是当时其实施勒 挣的钱也是打印机复印机这些东西 并不是电脑 但施勒的工程师天才的 发明了这种 这么大一台电脑 其实是 显示器 这个已经接近个人电脑 但它的价格是极其高昂的 就是你完全个人买不起的这种价格 但Apple One可能就是一千美金这个级别 施勒当年的这个价格可能应该是几万美金的价格的这种计算机 其实是觉得不可能卖到个人的手里的这么一种电脑 但是施勒在里头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 就是图形界面 没有人做得出来的图形界面 施勒实际上是做了一个毫无商业价值 但是非常天才的产品 但是他即使不卖给个人 卖给商业公司 商业公司当时也理解不了这个产品的价值 但是实际上 那个时候比方说石油企业 那个时候军方有很多很多房子一样大的fameworker 那些fameworker也许UI上很差劲 但是他可以用来算什么石油的这个地震数据啊 或者是算这种这个军工的一些数据 但是施勒做出来了一个真正接近于今天 我们想要的这种这种界面的东西 但是他呢高又没高到 可以用来算地震数据 因为那个不是一台这样的十几万的 叫商用电脑可以解决的 是要大量的这种大型机才能解决的东西 也不是就是他在商业上 其实没有他的定位他高又高不着 虽然他在UI上是天才的UI 但他高高不着低又低不就 他是这么一个产品 那乔布斯和比尔盖茨两个人 从施勒出来以后啊 分别去的啊 就是他们各自得到了一个启示 乔布斯要做一款在个人市场 或者说普通商用市场可以用的图形界面电脑 比尔盖茨想做一个在个人市场 在普通商用市场可以用的图形界面操作系统 那么比尔盖茨成功了 其实乔布斯也成功了 只不过乔布斯最早做出来的Lisa 和后来做出来的Mac 虽然没有失乐这么贵 但仍旧太贵 在当时是买不起的 在当时虽然Mac是一个比当时的Windows 那个时候有Windows1了 其实有了啊 那不是你们理解的Windows3 Windows1其实是个文字的图形界面 就是用文字组成图形界面 那么当时的DOS 当时的PC 当时的Windows更好用的操作系统 更好用的电脑 但是价格是非常差异很大的 所以当时更多的人是买了PC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么乔布斯虽然在这个第一波的 这个电脑发明的这个过程中 他虽然在Apple One Apple Two和Macintosh 其实包括Lisa上面 他都展现出来了 杰出的惊人的天赋 对世界的理解 对产品的理解 但是他对商业上的理解 有些问题 还有执行力的问题 所以结果就是 在第一轮他商业上惨败 但是他又用他对产品的理解 对他世界的理解 他去投资了Pixel 这个赚了一大笔钱 他去创建了Next 到了可能97年差不多吧 忘了是哪年 对大概那个时间点 其实麦克一直都是一家二流公司 就是苹果一直是家二流公司 但这家二流公司终于发展到 虽然以前产品卖的并不火 但是公司可以活下去 终于发展到产品都无法为继 不知道操作系统和硬件 怎么往下走的时候 这个时候苹果公司想寻找新的操作系统 不是只找过乔布斯 还找过别人 但也找了乔布斯 最终就把Next 就是乔布斯创业的那个Next 收购回去 又回到了 就重新建立了一个 其实可以理解成 重新建立了一个苹果 到了这个阶段以后 我觉得乔布斯 从一个产品天才 又变成了一个营销天才 商业天才 他在第一part的时候 他营销和商业上还是有问题的 还是有问题的 所以他就开始收缩 他就开始做出来了 极其挣钱的 这个iPod 他对Mac的收缩也是有很有效果的 但是实际上Mac的这个翻身账 大概也得到今年 这两年打到M1 就是说他们把英特尔芯片换掉 换回到ARM芯片以后 其实Mac才真正翻身了 Mac整个的过程中 实际上是被压着打的 因为他有很 这个细节以后我们再讲 那么 在这个过程中 乔布斯都可以算作一个 不错的商业天才 就是因为他已经让 苹果公司赚了大钱 但这个时间点 往下走 乔布斯推出了iPhone 就是乔布斯的价值是什么 是他在 最早 加量计算机 俱乐部的时候 他其实定义了 今天我们用的电脑的样子 两次定义 第一次是Apple One 后来的PC 其实是针对Apple One Apple Two做的 就是你今天用的PC 其实也是乔布斯定义出来的 你可以这么理解 那么Mac 他定义了一次 Mac其实基本上也是 当然Windows也好 Mac也好 也都脱胎于这个失乐 但是苹果更早的把软硬件 一块有的这种图形界面做出来 个人电脑这个层面做出来 我们很多人用的Windows 其实也受益于Mac的很多设计 那么这是乔布斯第一part 第二part 他回到苹果 Apple的挣钱了以后 他又做出了革命的iPhone 这些东西 是我觉得苹果的核心价值 但是问题出在哪呢 当然苹果有很多很多小的创新 就是我最看重的 不是很小的创新 我最看重的是 定义产品的这种大创新 那么iPhone这个定义产品 是极其牛逼的一个创新 因为实际上 如果你用过 安卓的第一款实际的机器 就是所谓的HTC1 应该是叫HTC1吧 然后呢 就是有一个滑盖 类似于滑盖的 还有键盘的这么个设计 实际上在iPhone出来以后 安卓还有过几次 带键盘和滑盖的这种 这种设计 但最后几乎所有的主流机 包括蓝莓一直都是强调这个设计 但是最后几乎所有的主流机 都走到了苹果 这套风格 就是我们只有一个屏幕 只有一个触摸屏 这套风格 今天你用的智能手机的 大的风格定义 是苹果定义下来的 这个大家是可以去了解的 如果你像我一样是 安卓SDK的第一代用户 是HTC One 第一代这个安卓产品的 最早期上手者 我是玩过 但我没买 但是我玩过 我玩过朋友的 我迅速的把它给玩 玩坏了 这个是后悔 这个不重要 不提了 你就知道 其实在安卓做的这个过程中 在iPhone出现之前 这个Google对安卓 这个硬件产品的定义 和今天的安卓是不一样的 实际上 这是我认为 苹果真正的创新在这里 就是一些小细节 我倒觉得 当然是很重要 但是没有这么重要 这也是为什么我对苹果 一直以来都这么热爱 这么喜爱的原因 那么今年你觉得 iPhone15发尚可陈 OK啊 我也这么认为啊 如果你真的是拿很多细节来比的话 那你iPhone14 iPhone15 支持短信的卫星救援 但是华为支持卫星电话 那你这么比的话 那你当 我当然认为 OK那华为牛逼 华为有很多很多的细节上的 牛逼的东西 但是我认为 今天华为也好 包括Harmony在内 包括安卓在内 还是没有逃脱 苹果定义的智能手机 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今天 在手机这件事情上 仍旧活在一个 乔布斯当年发布 第一代iPhone手机 就定义下来的 所谓的智能手机的 这个样子 即使它可以翻盖了 翻盖好不好 不是翻盖 这叫什么 折叠好不好呢 挺好的 虽然有一点点折痕的感觉 但是好不好呢 真是好东西 我认为这是好东西 但是它是不是革命性的 是不是像 发布iPhone 这么革命性的东西 在我看来 完全不是 至少今天证明了 完全不是 那么 苹果15 是不是法善可陈的 是的 是的 我一定要承认它是的 但是我要讲的是 上一次发布会 苹果发布的Vision Pro 今天我们还不能证明它 在商业上一定成功 但它在定义一个新的category 一个新的产品类型 这是革命性的 但它有可能失败啊 我不说它一定会成功 其实今天Apple Watch 也是苹果定义的一个成功类型 但是今天我们如果以苹果的 整个收益的这个 这个丙图来看 Apple Watch 所谓的wearable设备 在苹果的整个收益里头 还没有占那么大 但它未来会不会大 这个我们可以值得去等待 我觉得苹果已经做到了 今年 今年是Apple Watch 9 这个Ultra都已经出二代了 就是证明就是苹果在这条路上 它是有耐心的 而且至少这条路上 它是profitable 它是挣钱的 它是非常挣钱的 只不过跟iPhone的利润来比 任何一个产品的利润 看起来都微不足道 但是苹果的Mac Mac不挣钱吗 如果Mac扔到任何一家单独的公司 那就是非常挣钱的 iPad不挣钱吗 扔到任何一家单独的公司 那时候非常挣钱的 但是你跟iPhone的这个 这个挣钱来比 它是一个小偷 它确实是个小偷 这个我们要承认 所以我今天我觉得说 苹果仍旧是一家 我非常期待的公司 那么今天苹果自己做芯片 华为也自己做芯片 对吧 那么这个苹果做芯片 我会更激动 因为我认为Mac 包括苹果全系做芯片 这个事 实际上它全系都用的是ARM芯片 就是Mac开始用ARM芯片 其实Mac才真正赢得了 它的伟大复兴 我们用一个 我们国内经常用的词 就是说 它在用英特尔芯片的 这个整个过程中 它其实是有点痛苦的 当年在从PowerPC芯片 变成英特尔芯片 是个很合理的做法 当时苹果也没有能力 独立研发一个这么好的芯片 当时ARM也是一个 一个比较示威 还没有这么强大的这个时代 苹果自己独立于ARM 或者独立于英特尔 去做一个芯片 当时也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在当时用英特尔是对的 但是整个英特尔和Windows 包括这个PC架构 长期绑定下 苹果实际上很难 很难从使用英特尔 这个角度上讲 做出完美的Mac出来 但是苹果实际上 是借助了 它在iPhone上的经验 对吧 它又独立的掌握了 整个操作系统 因为Mac 整个是它自己的 iOS其实就是脱胎于Mac 对我们开发者来说 实际上Mac和iOS 是一个产品 只不过就是说 ARM芯片 跑在iOS上这件事 实际上是Mac跑在iOS上 跑在ARM上的一个预演 对Mac这个产线来说 所以今天我们还 我对苹果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期待 那么华为当然是一家很好的公司 说实话 我要承认华为是一家很好的公司 但是 其实我们讲的很多东西 其实并不是针对华为公司 比方包括上次两个视频 有人说 你的有些话是不是说那么准确 没错 有些话可能也许不准确 但我说 我也没有说这是任正非说的话 或者是华为官方说的话 有些是华为粉丝说的话 有一些是华为的水军说的话 对吧 我们并没有指着任正非的鼻子码 说这些话是任正非说的 包括比方说 我昨天看到一个评测 他在说华为 这个卫星有多好都好 因为很便宜嘛 10块钱一个月的 这个叫天通一号是吧 然后呢 这个卫星 然后呢 就可以打卫星电话了 然后有人就说 你看一般买个卫星电话多贵 然后呢 这个这个 然后月租有多贵 对吧 但我觉得这个里头就开始 不是华为说的 是华为的粉丝 就开始有点满嘴跑火车了 就是一个海市卫星电话 一个卫星电话很大 天线很大 华为用一个手机的尺寸 就可以做到跟卫星通讯 这牛不牛逼吗 当然牛逼 但是卫星电话卖这么贵 海市卫星电话 还有别的一些卫星电话 他的月租费贵 这件事是两件事情 因为海市卫星电话 他保证的通信距离和通信质量 是你今天华为的这个天通一号 不能去相对和比拟的 因为华为的天通一号 但不是华为的 是电信的 但是华为今天用的这个天通一号 他的覆盖范围 基本上就是中国加东南亚 就是你今天在 在全球的这种海事应用 对吧 就是这种大航海 就是中美之间的航海 或者中欧之间航海 或者是欧美之间的航海 他当然还得用海市卫星 你的负担范围就不够啊 你的这个安全等级覆盖范围就不够啊 这不是为了去 challenge华为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 这就是一个关公站勤穷的事 就是你这个飞机可能很先进 但是你这是一个国内飞 飞航国内航线的 人家是个非国际航线的 你这两个范围都不一样 你不能这么比 对吧 你当然可以基本上比 说我这个飞机很不错 但是你这个飞机 没有开始飞国际航线的时候 你就去比 他一个国际航线的飞机 你这就没法比了 这就是两回事了 这是两件事了 那么今天 我要讲的是说 对华为来说它不是一家手机公司 苹果也不是一家手机公司 虽然苹果和华为 被看的很多的 被关注的很大的一块都是手机部分 实际上华为更多的 更早的我们认可 它是一家网络技术的提供商 它是一个通讯公司 只不过这家通讯公司现在做手机了 当然它也要做 做汽车系统啊等等 它做很多很多东西 它的定义是一个高科技公司 但是今天华为的发展模式里头 是由我替它担心的部分 包括任正非自己也是这么说的 如果华为可以包打天下的 解决一切问题 但苹果不是这样的 苹果做自己的芯片 它是交给台积电去代工的 那当然这个问题 你觉得是美国卡你的问题 但是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在讲 什么叫独立自主和闭关锁国 我是希望中国的科技发展的 但是中国的科技 如果回到一个所谓 全独立自主的发展模式 倒不是我认为合理的东西 我未来其实会有很多时间 去讲这件事情 今天可能很多年轻人 对当年日本的历史 当年整个科技的历史的理解不够多 今天中国在很多科技领域的 这个优势 跟当年日本在科技领域的优势去比 是没有这么大的 当年日本 就是整个日本的这些企业 比方说松下索尼 他们横扫全部的消费类电子 消费类电子 包括这个 这个VCD CD 包括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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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带 这个录像机 等等等等的标准 都是他们的 销量最高的也是他们的 当年啊 当年这个 就是日本的计算器 日本的内存 日本的芯片 还有日本当年的操作系统 他们也都有打着 压着美国打的时候 今天中国有一些产品 在全球 是很厉害的 但是日本也 日本当年也有很厉害的 比方日本的手机 在全球是 在在整个智能手机出现之前 日本的这个手机3G 这个等等 是全球领先的 但是日本当时 其实就是有点独立自主 未来我们会有时间 会更详细的去聊这件事情 今天美国 苹果 它虽然很多东西都在自己做 但苹果从来不是一家 什么都自己做的公司 它的发展实际上受益于 全球最好的供应链 它在中国生产 这也是中国的某些供应链优势 比方说鸿海 富士康 这些包括这个力讯精密啊 等等等等 之前还有戈尔什么的 它也是要利用到 全球最好的供应链 那么华为今天做的事情 可以解决一部分的 这个就是技术封锁的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走一条 没法跟全球 采用全球最先进的技术 你可能能解决技术封锁 但它成本上可能会出问题 而且 其实我今天聊这个 其实有点多余啊 因为今天的话题不在这 但我稍微说两句 就是说 之前有人在我的视频底下评论说 你看之前两三年前 这个科技日报说的几十项 这个卡脖子技术 有哪些哪些已经突破了 其实我从来没有说 任何一个卡脖子技术 是不可突破的 包括华为的这个视频 我从来都是讲的单点 是可以突破的 但是单点突破以后 它到底是不是一个经济的行为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 你到底要的是单点突破 还是要一个整体的 这个大循环 我们其实如果 失去了一个全球整体大循环以后 你今天觉得你单点突破了 就像几年前 科技日报说的那些 单点突破的 就是那些卡脖子的技术 今天新的卡脖子技术 不是正在产生吗 微生pro卡不卡脖子呢 对不对 Channel GPT卡不卡脖子呢 你不要以为 今天有那么多的中国大数 LM产品 就代表我们不卡脖子了 你有那么大的百度 当然百度的这个市值啊 昨天天我看了一张图 就是国内的这些技术公司 有高有低对吧 比如说阿里高到什么程度 腾讯高到什么程度就下来了 但是百度稳如老狗 一直在下面 你有百度了 你就没有被Google卡脖子吗 你以为百度和Google 是一个东西吗 对吧 你以为百度和Google的搜索 是一个东西吗 更何况 Google不是只有搜索 美国的问题 从来不是某一个技术 能卡脖子 它今天是在卡你脖子 但是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 形成的一个大科技圈 它是不断在产生新的卡脖子技术 只不过以前它不卡你而已 今天它开始卡你了 那么有一些新的技术 可能就会被美国列为 它的新卡脖子技术 你当然可以解决一些老卡脖子技术 但是新的卡脖子技术还在路上呢 我给大家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很多人今天简单的去看历史书 觉得北洋水师输了 对吧 很简单 不是这样的 我们当年北洋水师去采购的时候 采购的是当时全球最好的技术 当年北洋水师从硬件上 从硬件上 这个我们要说明白 是全亚洲第一的舰队 这不是中国人的说法 日本人也这么看的 在甲午战争之前 日本人在很多事情上 是对北洋水师非常忌惮的 但是打完甲午战争以后 我们就没有北洋水师了 为什么 有很多很多原因 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说 你单点突破了北洋水师这个硬件 但是你在软件上面 你在怎么去训练一支海军上面 你在怎么去维护一支海军的战斗力上面 跟日本差得很远 我们当年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之前 跟日本发生的很大一个冲突 就是北洋水师去日本修整 为什么去日本修整 你当时没有这种修整的港口 当时就出了一件很大的中日冲突 就是北洋水师的这些水兵 在日本的港口欺负人 跟日本的警察打起来了 最后差点酿成两国的一个战争危机 当时日本人是怕北洋水师的 或者说不敢得罪他的 至少是不敢 至少不敢当时就得罪他 但是这也说明在 在这个你买了最先进的技术 但是你买没买维护呢 你的维护水平其实没达到 你还需要去日本的军舰 军党去维护 去做一些他的事情 那么还有很多角度的问题 今天你当然可以在7纳米 在某一个角度上 你说我突破了美国的封锁 美国一直在封锁呀 也或者不叫一直在封锁 就是说美国开始封锁你7纳米以后 那5纳米就不封锁了吗 3纳米就不封锁了吗 对吧 今天至少今天啊 至少今天 因为现在有很多谣传说 中国的极紫外光技术已经突破了 那但这目前还是谣传 但是7纳米突破这个事儿 我们都承认突破了 到底成本上怎么算 咱们再说 因为今天没有数据 证明他的良品率和成品 就是他的这个成本 到底是不是合理的 是不是一家公司可以承受的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承认他突破了 但是7纳米只是个起点 如果说美国封锁了你的7纳米 一个非极紫外光 就可以做的这个产品 那么他封不封锁你的极紫外光 才能做的产品 当然也封锁了呀 那么5纳米3纳米 他当然也封锁了 那么纳米技术马快 马上就要到头了 极紫外光的极限 马上就要到头了 那么下一代光刻技术 对吧 不一定是以纳米来说 也许是以堆叠来说 就不管用什么技术 来提高这个芯片的这个集成度 提高芯片的性能的技术 美国研发出来了 他7纳米都封锁你 他这个不封锁你吗 对不对 很简单一个道理嘛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 单点突破永远都是可以的 你高铁突破了呀 对吧 虽然高铁的这个所谓的国产化率 我是不太相信的 没有你说的那么高 但是无所谓啊 突破了 那你飞机突破了吗 那你说我今天飞机突破了 我们现在有两架飞机上天了 这跟波音今天 这个空客今天的市场份额 你能对比吗 我不是说这个就永远不行 但是这只是你跟整个全球的顶尖的这种科技的 一小点差距而已 所以我们很喜欢拿单点突破去说事 我从来不觉得单点突破是核心 从来不觉得单点突破是核心 我从来讲的都是说你单点突破容易 你要解决的是一个整体的问题 你要解决的是一个整体的问题 整体的问题其实就包括了成本 就包括了商业价值 包括了效率 好这期就先做到这吧 我们在iPhone值不值得买的问题上 又多说了好多好多的东西 未来我们可以稍微收敛一点 因为实际上关于科技发展史 包括芯片的问题 包括日本当年的科技发展 和中国今天的科技发展 日本当年的GDPDR和中国当年GDPDR 等的很多细节 我其实还想做更认真的节目 今天只是挂到一下而已 只是稍微提一提 好谢谢大家 再见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